美军在叙利亚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,就是联合各派武装,将其纳入叙利亚民主军会下。 类似阿富汗战争中的北方联盟,库尔德武装成为其中的主力,大约占一半左右,战斗力也最强。 叙利亚民主军主要在叙利亚东部地区,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,则已经被改编为人民保卫力量, 而叙利亚联军正不断试图越过诱发拉底河,进攻戴尔祖尔省东部的产油区,目前这里被叙利亚民主军控制。 在最近的一次进攻中,俄叙利亚联军在渡河控制了四五个城镇后,被美军帮助下的叙利亚民主军击退。 据称在这次战斗中,已经抵达地中海的杜鲁伦号航母,起飞了一个中队的超级大黄蜂,不仅炸垮了俄叙利亚联军的进攻,而且赶走了前来驻战的俄军战机。 根据最新消息,在5月5日,叙利亚民主军内部发生内讧,库尔德武装与沙特支持的Nuke Battley武装在戴尔祖尔东南部乡村的Baknam爆发冲突。 Nuke Battley是在叙利亚东部在美国领导的库尔德联军地区,最大的唯一阿拉伯力量。 该旅一直抱怨库尔德武装独揽大权排挤其他武装,而库尔德武装则称,该旅不听指挥。 据报道,冲突中有一名A.L.Nuke Battley的战斗人员和两名库尔德战士受伤,沙特在叙利亚有多支代理人武装。 值得一提的是,沙特、美国和土耳其的代理人武装,虽然在背后支持,这的压力下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,但各方只能算是勉强盟友,已经撤往旭北部的伊斯兰军。 由沙特支持,在离开东谷塔的时候,就明确表示希望到旭东部,在抵达旭北部后,曾一度传出消息,要在沙特的帮助下前往旭东部,接管库尔德武装控制的戴尔祖尔省产邮区。 但现在看来,库尔德武装,绝不可能放弃手中最大的裁员,去东部的叙利亚民主军受到美军保护,除了在这里部署有美军地面部队外,鸿海的第五舰队,第中海第六舰队和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,都为其提供空中保护。 此外,叙利亚周边的美军,也能为其提供支持,而叙利亚联军要攻占这里的难度很高,但叙利亚民主军内部却发生了内讧,库尔德武装和沙特的代理人武装,终究不是一条线上的蚂蚱,就看联合时间能维持多久了。